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在星期一的走勢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主要是因為市場擔心這個恆大停牌 可能會令一眾的內房股繼續受壓 而且也看到港股在沒有北水的支持下 上個星期已經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反彈伏力令到市場隨即在國慶節回來之後 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在全日看回,指數最多的時候跌過600點 也曾經的指數跌到最低的時候 是見過23908點 不過在收市前的跌幅也算是稍微存定 並且在收市的時間來說,最終跌了539點 全日跌幅達到2.1% 看回,成交仍然是比較低,只剩下1130億 都屬於一個低成交跌得多的日子 我相信在現在這個時間來說 大埔的投資者還是比較擔心後市 也在擔心在美股如果再進一步下跌的情況下 港股也是受到拖累的 現在你看回,整個港股 在跌到2.4萬的關口附近 似乎又不肯跌,而且成交比較低 亦有很多股份來說 其實去到現在的水平 估值上的確低 但始終缺乏一些比較利好的消息 令到大部分投資者 都不敢在現在這個時間 趁低去撈貨 都成為整個港股的港 走勢進一步轉弱的一個可能 而現在去看回 港股在未來的一段短期 因為沒有這個北水的加持 整體上的股價走勢 都會是比較偏弱的 而現在去看回 就是2.4萬這個位置 就是需要是站穩的 否則的話 很大機會是會跌下去 就是這個9月份低位 23,771點這個水平以下 而且亦都見到 就是整個港股 在一些利南消息大動之下 很可能在短期裏面 就算真的反彈 二天線仍然都會是一個 比較主要的阻力 很可能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整個市都會維持 在這個9月份低位 去到二天線的水平附近 是徘徊的